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鲁迅文学巨播 白话文运动先锋 2.李白诗酒江湖 唐诗之星闪耀 3.王安石变法新政 宋朝经济社会创新 那么哦,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鲁迅文学巨播 白话文运动先锋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 这位名叫周淑人 比名鲁迅的文学巨匠 他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更是一位拥有深刻社会洞察力的批评家 鲁迅的故事 就像他的小说一样 充满了尖锐的观察和不时冒出的幽默火花 首先,鲁迅先生是个行医不成的医生 对,你莫听错 他原本学的是医学 但是,有一天 他在日本留学时看到了一幅幅像 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士兵处决的画面 旁边的中国人却无动于衷地看住 这幅画激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 他意识到,比起治病救人 更需要先治疗国人的精神 于是,他放下了手中的解剖刀 拿起了更锋利的武器 比,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 鲁迅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集 《呐喊》和《彷徨》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的一大部 在那个时代,文言文还是主流 读起来就像是在解密古埃及象形文字 普通人根本看不懂 鲁迅先生说 不行,得让文学回到人民中去 于是,他用白话文写作 让文学成为了大众的食粮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封建残余 无知和腐败的通知 比如,阿Q正传 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讽刺 更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 阿Q这个角色 以他的精神胜利法 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反英雄之一 鲁迅先生用他的笔 让我们看到了阿Q的可笑 但同时也让我们在笑声中凝视自己 思考我们是否也有阿Q的影子 鲁迅的幽默 往往是带着一点辛辣的 他的一句名言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这不仅是对创新的鼓励 也是对那些没守成规则的挑战 他的作品 就像是一颗颗尖锐的小石头 抛向了那些沉睡的湖面 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总之 鲁迅先生不仅是文学巨拨 更是一位敢于挑战传统 敢于直面设贿赂席的勇士 他的作品 至今仍然激励住无数人去思考 去批判 去改变 而他的幽默 则是在这一切严肃批判之中 给我们带来的一丝轻松和微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李白诗酒江湖 唐诗之星闪耀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位在唐诗星空中 闪耀着无与伦比光芒的大事人 李白 李白 姿太白 人称诗仙 他的事如同他的人生一样 充满了浪漫与奔放 说起李白 不得不替他于酒的不解之缘 这位诗仙 可是将吟诗作对 酒中自得发挥到了极致 想象一下 月光下的江畔 李白仰投望住皎洁的月亮 手持酒杯 口中吟诵主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这不仅仅是诗 这件只是一幅活生生的画面 让人不禁想要加入 这个月下独卓的盛会 李白的诗 就像他的酒 一饮而下 既能醉人心脾 又能令人陶醉于 那无尽的想象之中 他的江湖 不是刀光剑影的江湖 而是诗意盎然的江湖 他的剑 不是用来斩仇敌 而是用来斩断世俗的羁绊 让灵魂在诗的天地里 自由飞翔 李白的诗 就像他的剑法一样 纵横百合 气势辉弘 他那句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简直是江黄河的 壮阔与人生的无奈 柔和的淋漓尽致 当然 李白的诗不仅仅是豪放 他的诗同时 也充满了 对自然美景的细腻描绘 和对友情的深情表达 比如他在 宋友人中写道 青山横北锅 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未别 孤旁万里征 这众对友人的 不舍与对旅途的憧憬 让人不禁感慨万千 李白的一生 可以说是诗与酒的一生 他的诗篇 至今仍在我们心中 激荡住波澜 他那自由奔放的灵魂 至今仍在文学的天空中 闪耀住独特的光芒 所以 当我们在品味李白的诗时 不妨也来一杯小酒 感受一下诗仙的豪情与浪漫吧 不过 别学他试图捉 毕竟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的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王安石变法新政 宋朝经济社会创新 好的 同学们 请坐好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宋朝的石头哥 王安石和他那一套 轰轰烈烈的新政 想象一下 你生活在一个千年前的朝代 突然有一位改革家 拿着一堆新奇的政策 来敲你的门 这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感觉 首先 王安石这位人兄 不仅是个诗人 还是个政治家 他看着宋朝的国库 比他的诗篇还要空虚 就决定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的新政 可以说是古代版的 经济刺激计划 首先 他推出了一项叫做 轻描法的政策 这个可以说是古代的 小额信贷 目的是为了帮助农民 在种植季节前 能有钱购买种子和工具 这样他们就不用去找 那些高利贷的地主借钱了 听起来是不是很现代 但是 这个政策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因为执行起来 并不像理论那么美好 有时候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接下来是军书法 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让税收更加公平 王安石说 咱们不能只让那些穷苦人民交税 那些富豪们也得拿出点 这个政策试图根据地区的经济状况 和人民的财富水平来征税 听起来很有现代感吧 然后是 穷义法 这个政策就像是古代的劳务派遣 宋朝之前的征兵制度 是强迫农民离开土地去服役 这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 王安石说 不行 这样不行 我们得雇人来干这活 于是 他提出用钱来雇佣兵士和工人 这样农民就可以安心种地 而且还能提高军队和劳工的效率 最后 我们不能不提示义法 这个政策就像是古代的国营超市 王安石建立了官方的市场 来稳定物价和打击私人商人的囤积居齐 这个政策的目的是 为了保护消费者 不让他们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当然 王安石的新政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的 很多保守派官员和富有的地主 都觉得这套新政是在搅局 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 结果 王安石的新政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政治斗争后 最终被逐步废除 不过 王安石的新政对宋朝乃至中国历史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政治改革 更是一次经济社会创新的尝试 虽然最终结果并不完美 但它至少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 试图用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勇气和智慧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看到现代政府 推出各种经济刺激计划时 不妨想一想 这些可能都是王安石变法新政的现代版 当然 希望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能从历史中 吸取教训 不要重蹈覆辙 把好政策 变成给人民添赌的政策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课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聊了三个历史人物 鲁迅 李白 和王安石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巨拨 不仅在文学 诗歌和政治改革上有着卓越的成就 更是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以他的白话文小说 和尖锐的社会批评 为中国文学带来了一场革命 让文学回归人民 他的幽默和辛辣 让我们在娱乐中思考和反思 李白的诗歌充满了豪情和浪漫 他的江湖中没有见光和刀影 只有诗意和自由 他的诗像一杯美酒 让我们陶醉于想象的世界中 王安石的新政是一次经济社会创新的尝试 他试图用政策来解决社会问题 虽然结果并不完美 但至少向我们展示了改革的勇气和智慧 这三位伟人的故事不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 更是激励我们思考 批判和改变的力量 他们的成就和思想 至今仍然为我们所引领 所以让我们继续关注和学习这些伟大的人物 为我们的现实世界带来更多的幽默 轻松和改变 好了 现在是时候听听你们的想法了 你们对鲁迅 李白和王安石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和提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